好上課 好年輕穿... 維他命喔 這是誰啊 妳可以完全耶 不一樣耶 真正的維他命女孩出現 是的 而且她是水果軟糖女孩 好可愛喔 因為妳看嘉瑜 她身上這個T恤上面 就非常多妳有夠的球球 跟心美姐的髮飾一樣耶 但是我們就不要 戴這個又穿那個 不行... 一個重點延伸 除非是配件 配件就可以 比方說我給嘉瑜她的包包 延續了這個身上的這個球球 所以妳看這每一個球球 就真的符合我們的主題 很像是那個小小的水果軟糖 然後裡面含了各種維他命 A B C D E全部在裡面 看起來就是有活力的 那我覺得如果說 真的充滿活力 如果說是比較 已經可能親手女孩或姐姐 想要變成維他命女孩的時候 剛剛我講過 最重要的還是色系的部分 我們先用色系去調和 所以裡面其實給嘉瑜穿的是一個 羅文的針織的上衣 然後它帶有很多很可愛的球球 然後在外面的部分 我給嘉瑜穿的是一個 一樣今年還是流行棒球外套 跟軍裝風混搭的一個飛行夾克 因為它是有一點點帶有這種粉膚色 就是裡面有一點橘色混在裡面 剛剛嘉瑜有說說 它自己膚色是天比較黑的 對 比較深的 可是這個膚色反而是 這個顏色反而是可以修飾它 讓它好像是在皮膚上 打一點點的腮紅 那種感覺 對 然後另外就是 因為很多女生穿這個 可能在春夏的時候 會把它稍微有一點點 以前我們都叫大家說露出手臂 會比較纖細對不對 可是這樣當然是OK 可是這樣會比較帥氣 所以我建議 如果你要當維他命女孩 你就要像剛剛這樣子 放下來有一點點萌萌的 就是放下來 然後甚至手還抓一點點 然後做一個可愛的表情 所以你看 延伸到 延伸到他的這個眼鏡 像嘉瑜現在戴的這個眼鏡 也是孔孝珍他戴一模一樣的 就是有貓眼 然後他這個膚色 粉膚色延伸到他的鏡角 鏡框上面 然後我們再往下看 就是下半身的部分 我覺得要翹立的話 還是可以挑戰一下短裙 可是今年就是牛仔布面 也是給人家感覺比較年輕 所以我們今天講的 就是年輕活力 可是你可以選一些 一樣延伸抽鬚 然後有一點點斜材 不規則的這個不對稱感 所以一邊可以讓他的腳 比較顯得比較長一點點 當然如果說其他的風格 比方說他剛剛原本的菠菜女孩 喜歡一些比較屬於印花感 我跟大家講 如果你要比較年輕的印花感 就要選擇比較亮的顏色 比方說這個也是有帶有橘黃色 然後他的對比不要太強 如果說你是 我講一個比方 黑底 紅玫瑰 老氣 可是同樣色系的延伸 就不會老氣 粉嫩色的棒球外套 搭上牛仔裙 還有衣服上的點點裝飾 每一個都是少女的元素 好青春